历经多年的时间 爱兰国小师生期盼已久的活动中心 终于重建完成 日前在县长林明珍 立委马文君 议员林芳瑜 黄世芳 陈怡君 以及叶整创 等人的共同剪彩之下 也顺利启用 那也希望今天的活动完以后 我们小朋友可以好好使用这个活动中心 在教育的各项发展上都可以有所成长 那当然这个活动中心的 落成它是一个 硬体的建设 那持续我们会努力来争取 内部的设施的补充 让小朋友可以在更优质的环境下 学习看成长 县议员林芳瑜以及黄世芳 则感谢从中央到地方 大家齐心齐力来争取 让学生能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相信活动中心的启用 将会陪伴爱兰国小的学生们 度过一个快乐的小学生活 从中央一直到地方 经过大家的努力 有立委的努力 也有我们林县长的大力支持之下 跟配合之下 今天终于可以给学生一个 这么好的 美轮美奂的一个活动中心 作为活动 课语之用 我觉得相当的好 小朋友们也相当的高兴 那我想民意代表本身就是要 尽量来争取资源到我们校园 那我想这个活动中心的落成 能提供我们学生师生 能更好的场所 让他有学习的好的场所 县议员陈宇军 除了感谢各级民意代表 争取经费的用心之外 也感谢县府全力配合 让中央及地方的共同努力之下 让爱兰国小活动中心 能够顺利完成 那在这里要非常感谢 在当时学校提出 这个老旧校舍整建计划的时候 行政院的中部办公室这边 跟他们特别提到说 请他们要全力协助 那也因为这样子 中央拨款了3900多万 那我们非常高兴 也很感谢我们的县政府 也全力的来支持 也让这件事情 在中央跟地方的合力配合之下 有了这样的一个场馆 副议长潘一泉 感谢从中央到地方 大家全力促成 爱兰国小活动中心的重建工作 让爱兰国小的学童 将来能够在更好的活动空间 健康快乐的成长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